而为了迎接端午节 静丰香的月灵学习中心和村办公室 特别选择在村长家里 办理了包粽子学习活动 村内的妇女朋友齐聚一堂 包起了田粽 并且在晚间分送给弱势的家庭 和独居老人家中 让村内的民众可以共享端午佳节的愉快 将一张张的月桃叶片仔细清洁 再包进西米谷与红豆线 静丰香乐灵学习中心及村办公室 为了庆祝端午 并将粽子送给乡内弱势家庭与独居长者 妇女朋友齐聚振兴村长家中 参与包粽学习 田粽大小比起一般肉粽或阿柏 显得精致许多 让长辈吃得健康安心 对民众来说 包田粽的体验可是相当新鲜 因为太精致了有一点不习惯 因为比如说我们包的都是比较大 因为太小了 太小了 然后不一样的感觉是太精致 也不是糯米是西米露 所以应该是一口试试 应该对老人家是很好 又营养又 他们一定会很习惯 自己做那个比较健康的肉粽 帮自己就是家里种的 像露莉莎或是小米 然后这样比较健康 做自己的口味 采用西米取代糯米包起甜粽 可是大有诀窍 为了口感大小要控制得一 仿生力道适度 并需注意叶子的完整性 因为我觉得这方便啊 因为你如果用糯米比较麻烦 因为还要泡还要干嘛 那这个西米米我们就可以 数量比较少 分量比较少 我们随手就可以买得到 就是尽量我们在包的时候 那个叶子尽量不要让它破掉 不然很容易就会 西米露开始熟的时候 它也会长大 你会整个爆出来 村内民众带着经营剔透的粽子 分送给弱势家庭 让村民在炎炎夏日中 一同享用健康 简单又美味的西米水晶粽 共度短午佳节 记者蒋文杰 蒋碧任 金风向报道